屈齿国小28号邀请溜溜球达人杨元庆到学校进行生命教育演讲 杨元庆分享给屈齿国小小朋友一句话 不是要当最厉害的,而是成为无法取代 鼓励学生怀抱热忱,坚持自己的梦想,勇敢向前迈进 出神入化的溜溜球表演引来台下振振金呼声 屈齿国小28号邀请溜溜球达人杨元庆 到校进行生命教育演讲 杨元庆有别于一般的演讲 用自己最擅长的溜溜球带来精彩的开场白 很好啊,因为他从小练习到大 毕竟是世界纪录嘛,对啊 杨元庆今年29岁因为出身教育家庭 父母对他的期望是未来要当个医生 不过8岁时开始接触溜溜球之后 他就立志要将大家眼中的玩具 变成一项表演艺术 而他也真的靠着对溜溜球的热忱与毅力做到了 他现在甚至还是监视世界纪录保持人 溜溜球是孩子很喜欢的一个运动 那我们今天邀请杨元庆大师来给小朋友 做一些生涯方面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也希望说孩子透过他的一个生命教育 生涯教育能够了解说只要他愿意去做 让自己变成一个唯一 然后有机会多练习他就可以成为第一 不是要当最厉害的而是成为无法取代 是杨元庆分享给驱使国小小朋友的一句话 杨元庆从街头艺人开始 接着到全国各地表演 还参加了世界大赛夺冠 最后更登上中国达人秀 终于得到了父母亲的认同 杨元庆说 希望同学们可以像他一样 勇敢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迈进 勇不放弃的精神 就是努力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然后成就自己的梦想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棒 然后成就自己这样 大家不顾别人的眼光 然后努力完成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它很值得我学习 一小颗溜溜球 让杨元庆玩出了自己的成功人生 杨元庆在演讲中 不许鼓励小朋友们 想要达成梦想 一定要怀抱永不放弃的精神 记者成品正门奇 新店采访报导